日月潭碼頭邊 一個黑影爬上爬下 民眾目擊 手機趕快拿起來錄影 這是猴子嗎 還是沸沸出沒 引起討論 很顯像還生 對我們平常人來講 可能會是這樣 沒想到這不是動物 而是一名船長 攀爬就是他現在缺水期 上下班必備的技能 現在大概幾米 大概七米 下去不想上來 每天至少要爬個幾次 兩三次吧 這裡是日月潭水射碼頭 船舶停靠休息的位置 和遊客走的浮排引橋 是不同區域 船長必須要爬梯往下走 才能順利上船 爬上爬下 實在辛苦又危險 他們甚至還會請人 垂掉用品以及食物 來減少爬梯次數 而日月潭最新蓄水率 百分之五十三 即便在廉價第一天時 曾迎來第二波春雨 不過水量 還是沒有明顯易住 月牙灣白色麗石全露出 呈現天使眼淚的景色 不管是遊客還是當地業者 都期盼能再多下幾場大雨 好讓水位能盡快回升 記者曾偉祥親為中王世函 南投採訪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好